现在呢我们就先让大家体验一下啰 好我现在进来之后我们里面总共有33位学生 好那首先还是先跟老师说明一下 有些人可能会发现明明有在教室哦 可是他的状态会出现不在教室有没有 这个没有关系 因为呢我看到这个不在教室的 有两种情形 一种就是像我刚刚这个我这里是用访客的 那因为我一离开了我就不在教室了 另外呢其他老师的多数的状况 可能您就是用iPhone的 或者是您用iPad的 因为这个部分我们在 就是苹果的系统里面 他会屏蔽也就跟Facebook啊 那个一样 因为Facebook也会偷偷 您是用滑鼠写字吗 您是用滑鼠写字吗还是 哦我这个哦 哎我有时候我用滑鼠写字 但是今天我是用那个手写版 哦手写版对对对对对对 如果我要写比较多一点 我还是建议老师用手写版 哦平常我都是用那个啦 用滑鼠写比较漂亮 对对对对对对 嘿好 哦所以他会帮我们做屏蔽哦 那所以说可以的话 哎这个部分呢 有没有在教室就仅供参考 哦OK 好来那我们先开放一下 来课堂出席 好我们给老师五分钟的时间 好您看一下您的画面哦 有没有看到有一个 对对对对对对有没有 很多老师 直接点下去就好了 因为我现在的上课 我也都是用这个方法 为什么 因为 我上课那个学生 六七十位 我如果还要一个一个慢慢点名 可能要花费不少时间 好除非说我要认识同学啊 那不然我只需要就是像这样子 呃我们就可以马上看到 有哪些老师可能已经有签到了 有下面签到 我只要关注一下那个没签到的就好了 好比如说哎秀珠老师有来好 我就可以帮老师直接做签到就好了 有没有 因为有些同学就说哎老师我有到啊 只是我现在不方便点 没关系OK的啊 我就帮你点一下 我就看一下哦这几位老师有没有来 还是有迟到了 都OK还是请假 那这些呢我们都会怎么样 都会记录起来 像这个老师已经到了 有没有哎他自己直接就签了 那么这些东西呢 老师你一次上课要点几次随便你啦 哈哈哈哈 所以有些老师可能上课点一次 然后呢下课前又点一次都没有关系 好因为这些记录他会帮我们留着 所以你看哦我们点到这里来 有没有这叫课堂出去 那目前老师您的左手边不会像我这样有那么多功能 因为我现在是老师的身份 你现在是学生 所以你只有三个 但是重点是我们来看一下 您看这个记录 前面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的 两点钟的 有没有 那你看我20号的 你们都没有来嘛 对不对 所以每个都没来 哈哈哈哈 20号的 那你看我点回来 有没有 所以老师呢 这个记录虽然没有跟您学校的这个点名系统结合在一起 但是呢 您就不用说我一定要记得超纸本 你随时呢忘记了 没关系我就回去再打开电脑 我就可以看一下大家的这个出席的状况 那您也可以在上面这边直接帮他命名 如果这一次是比较重要的 比如说这是期中考 好类似像这样子的 我就可以直接在这边帮他做一个记录 这样您下次就会比较好找 好 这样有没有感觉到 现在上课比较方便一点 其实在大专院校呢 也有一些这种数位学平台 类似像这样的功能 甚至还可以抓他的那个什么GPS的位置 哈哈哈哈 哎同学说来啊怎么 比如说我现在在台中上课啊怎么这个同学 呃出现在高雄 有没有 哈哈哈哈 类似像这样 我们可能就会稍微留意一下这样子 好这个是先让大家体验一下啊我们这个点名的方法 好所以呢老师呢我们刚刚这个出席的部分 你有两种啊一种就是我刚用这种啊就是让学生签到的 另外一种如果你一眼望过去 现在扫子话啊都到了你就直接啊全班都到或全班未到 这样也可以好全班未到应该不会那么那么那么惨啊 哈哈哈哈 嗯 OK好这样子第一个方式让大家体验一下应该就没问题了吧 好那么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再来体验一下啰来抽人的部分 嗯老师应该有用过很多这些抽人的工具哈 好那么我们在欧函端教室里面他的抽人呢有分看你是要针对全班的还是说我要针对 如果待会没有分组的话我也可以针对分组的方式去抽哎这两个都可以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啰我这边我先我也先登录一下好了好 然后我看一下 好我来加入一下 OK 好有没有你看像我这边就这个刚刚大家看到的画面 好那接着呢我们来看哦我们来抽人 好我就先从全班的来抽 好那你看啊我们可以选择你要抽几个 然后呢要不要排除某些同学 好假设我现在都不排除好我们就像这样子 全部一起抽那我就抽两位老师咯 我们来看看两位老师有没有在 好 来那我们先看一下哦画面上有出现了 OK好明理这应该是国中吧限期国小好你看哦把他先关闭 老师您先看看您的画面上有没有出现现在抽到谁 对不对 所以如果老师上课的时候是有载具的那么同学的载具上面也会显示 好也会显示那事实上没有载具也是可以用啊对吧 所以其实老师现在您在用这些所谓的云端平台的工具哦 不管你有载具或没有载具都是可以使用 好那两位老师都在两位老师有在吗 有在现场对不对哈哈哈哈 两位老师要举手发声一下吗 哦有有有有秀沛老师好啊哈哈 所以秀沛老师出声了嗯 You're the best 哎这个就把评分带进来啦 哎那我们 限期国桥吴泰皇老师我们也不能输对不对 你要举手一下吗 有没有 哦老师还没有举手 好没关系 哦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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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来来来 You're the best 哎所以如果老师您是用 老师我是另外一个人 哦没啊没要紧没要紧 哈哈哈哈哈 好好好 泽伟老师反正一起玩啦 哎好那像这样子 泽伟老师有举手吗 我们也可以来这里找啊 我看一下 因为大家的都好长哦 名字都好长 哈哈哈 好看 这样子 哦看到了哎我也可以从这里 同同学的名单找到哪几位 我们就直接来评分对不对 You're the best 这样可以 OK 哎呦孟娟老师是怎么直接是负一的 哈哈哈这么惨 好OK 那么 像这样我们就可以把 刚刚的 有没有 老师平常可能 如果在国中 国小可能会写在白板上 对不对 啊国中可能也许就会写在老师自己的记事本上 但是这些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记录在里面 好这是第一种方式 那 这种方式呢 就是我们先针对 全班个人的 那么 事实上 抽完了之后 抽完之后呢 我们刚刚这两位同学 他就自动列入排除名单了 有没有 这两位 所以 今天抽过的就免疫了 好这是第一种方式 所以这是跟老师稍微说明一下 第一种 那如果说我们想要做这个 分组 分组 因为我们现在没有分组嘛 在 欧凯伦教室里面 分组 以往 各位呢在 现场 通常分组这个动作大部分 大家可能会 就是比较固定 为什么 因为 分组就要花时间啊 对不对 我今天如果用这个方式分组 然后下次再改用不同的方式分组 老师上课 进度可能就受到影响 那在欧凯伦教室里面呢 这个就很单纯 你看我们看到学生分组这边 好 那他的分组呢有两种方式 一个就是说 我针对什么 系统自动的 也就是说他自动帮我分 第二种就是老师手动 好那我们看一下 自动的又有分 随机的还是男女平均 还是男女个别 好那我们先 针对就是 好 用这样子 然后每组7的 我们分6组就好 老师注意一下 这边分组的 这个组别不是只有6组 请滑鼠往下卷动 有没有看到最多可以到20组 好不过因为现在少子的话嘛 分20组应该差不多就一人一组了 所以可能 不用到那么多组 OK 然后每组几个也是一样 可以再往下卷动 都是OK的 好 那我就先照他预设的 来你看 我们分组分下去 7车1 你被分到第2组 好老师有没有发现 他还会告诉你你被分到哪一组 然后你在那一组的组别 有没有颜色跟别人不一样 这样都看得很清楚吧 好所以 如果我们现在有分组了 那我就可以针对分组 我来做抽人 好一样的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边 好你看我们刚刚的抽人 随机抽人 我就针对 现在每一组我来抽一个人当代表 那我把它按下去 好那每一组的代表现在都出来了 重点是 您看一下您的画面 有没有发现 抽人这边 是不是 大家都同步了 所以哪一组抽到谁 通通都有 好都显示出来 那我就可以针对这些 好你可以 在这里呢 我们在 欧海南教室 我可以针对个人来做加减分 也可以针对什么 这一个小组 好 都可以 那这个是可以设定的 我们后面会跟各位提到 那我现在这边的话是针对 就是那个 小组本身 所以他的统计就会加在这边 他就不会加在这里 如果我们是 小组加分 那 他就是直接加在这个上面 好OK 那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像这里 这个 老师不专业对不对 不在教室 好请多加油 有没有 我就帮他减分 好那这边老师有在 好 丽娟老师有在 好OK 你看这边加的就不是加到个人上面 有没有 像这样子 那当然如果老师觉得说 哦 这个贝尊老师这次回答的特别好 我也可以点到他 针对他直接给他加分 You're the best 这样就会直接加到他身上来 这样老师大概了解意思 所以我们可以利用这样的方式 也可以 针对 整个组别 去做加减分 通通都可以 好 韦泽老师 你 又被抽到了 You're the best 则伟老师好抱歉 好所以 这个是像这样子 我都会被抽到 所以你今天 签网啊 待会下课要去的去买乐透 哈哈哈 OK好所以这样子大家 体验过之后 有没有感觉到他的 随机抽人还蛮简单的 那当然呢 我们刚刚有提到分组的部分 如果你这样分组完了 那下一次 可能 要做调整 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啊 所以你看呢 我就重新 进到分组这边 好那一样的 我就自动的好了 那也请他帮我 就是照这样子 好假设 这次我分 少一点好了 分三组就好 好重新play一次 你被分到第一组 好 现在呢你可以很清楚看到 现在的组别就跟刚刚不一样了 那如果老师这个礼拜用这一种 下个礼拜我想要再回复 刚刚 六组的 怎么办 不用再问同学 直接 回来这边 来你看我们学生分组 一样他保留记录有没有 我们所有分组的记录会留下来 那我就按这里 这样有没有就回来了 对不对 而且我们还抓到一位老师 刚刚 因为他没有分到组 所以你有两种方式 所以你有两种方式 就是右上角这里 因为我们有时候上课也会有这种情景啊 对不对 你看 我可以随机的去填满他 这是一种方法 好 那第二种方法就是 我相信老师分组的时候 绝对会有同学跟你讲 老师 我跟某某同学 八字不合 对不对 我不喜欢跟他在一组 那可不可以调 当然可以调 所以我们就到这边来 如果老师你确定要这样子 请点到这里 有没有这边有一条调整分组 所以呢 您在使用的时候 你就会非常的方便 只要这样子点过来 调整分组 那您就可以看到 现在第1组有谁 第2组有谁 第3组有谁 好那比如说我现在发现第4组人比较少啊 那我就点到他 好您看 点进来之后 每个人民同学的后面就会有他现在所在的组别 那我可以先把 未分组的 好我就 这位同学 你就加到这一组来 点了有没有就加到我们第4组了 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手动分组 好手动分组 那我也可以直接点 好比如说第1组来 那个第1组的 第1组的 我看一下 好像第5组好了 我把一个 婉婷老师呢 我就把他先从第1组 把他换到第5组 有没有 这样就换过去了 好现在 这样就进来了 那你只要按下 记得要按下储存变更 有 这样就好了 对不对 这样就OK了 好 孟娟老师不能复一嘛 我应该给你 You're the best OK 像这样子 是不是就 可以了 所以你今天 这样调整完了 那我要下个礼拜 我要 变3组的 好就再切过来就好 这礼拜要变6组的 再切 所以 老师有没有感觉到 你用这个方式 完全 不用担心 同学分组 记不记得 因为有的人会有健忘 反正这个都有记录下来 所以随时都可以用 那像这种工具 其实 有没有载具都没差嘛 老师平常就可以用了 不一定说一定要有载具的时候 我才可以来做这个分组 好 好所以我们 透过刚刚这样子让大家去体验一下 这个 报道 分组 抽人 这样应该还蛮容易的吧 其实 欧哈云端教室的使用 真的不难 像这边还有个倒数 计时 我顺便讲一下 让大家体验一下 好 您可以看一下 这边 好 按下去 等到 剩下五秒钟 时间剩下五秒了 时间剩下五秒了 时间到了 有没有 学生端是不是也会有一个时间到 就跳出来 好这个 像这样我们就可以稍微做个提醒 好 那所以呢 您可以看到 我们刚刚所讲的 主要都是在哪里 是不是在做班级经营 对不对 就是这一块的 包括我们的课堂表现 评分 出席 分组 抽人 倒数计时 都是在帮助老师 好 管理我们这个班级 那么 课堂表现这一块呢 就是帮老师记录所有的内容 那当然 呃 关于 就是那个评分的项目 评分的项目 像我现在点下去 老师看到我这里有比较多的项目 是因为 这个部分呢 老师您是可以自己去设定的 也就是说你不需要 应该也说也没有啦 预设这里都是空的 你预设的话呢 老师如果待会再用 你会发现你只有什么 加一分减一分而已 那这些内容 我们是可以 待会呢 跟老师分享一下 您可以怎么样去使用 你就可以加入自己的 你要加几分 要减几分 评语 这个项目 你都可以自己去编辑 这样OK吗 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的老师帮我按个 按个爱心好了 呵呵呵 好好好 孟娟老师按第一个 呵呵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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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